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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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啊 你怎么哭了呀 我是姜叔叔 陈姐 陈姐 你在吗 陈姐 陈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家呀 你妈人呢 醒来妈妈就不见了 姜叔叔 陈姐 我说小姜啊 我在你家呢 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你不是说带小地瓜吃早点吗 小地瓜现在怎么样了 孩子现在哭个没完 你赶紧回来吧 妈妈 妈妈在哪儿 来 你跟妈妈说句话 快 妈妈你在哪儿 妈妈你不要小地瓜了吗 小地瓜 妈妈在外面办事呢 很快就回来了 妈妈 你跟着姜叔叔后面 妈妈 要听姜叔的话 妈妈 妈妈 你有什么急事 一声不吭就把孩子认给别人 再说了 我是司机 我又不是保姆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根本不懂怎么领孩子 你说这么小的孩子 万一出点什么差错 我该怎么办 姜师傅 我真的有急事 要出去一趟 麻烦你 帮我带小地瓜一天 我很快就回来 谢谢 可等姜师傅赶到的时候 只有小地瓜一个人在家 陈兴儿莫名其妙失踪了 打电话也不说在哪儿 姜师傅怀疑 陈兴儿昨天晚上就已经离家 把孩子一个人扔家一晚上 疯了 真疯了 好 孩子现在怎么样 姜师傅正在努力安抚 要因为体验 并不控制 努力安抚 결국駕駛 儿子 妈妈没有不要你 妈妈去给你买玩具去了 要不以后去海边 怎么挖沙子 不哭了 你听江叔叔的话 不哭了 男子汉不哭 这就对了 咱不哭 你要想爸爸的话呢 让江叔叔给爸爸打电话 好不好 好嘞 赶紧找个手点的阿姨 会带孩子 替江师傅班吧 好 那陈欣二那边呢 爱去哪儿去哪儿 萧师最好我省心了 他既然能给江师傅提前发消息 说明他是有准备的离家出走 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掌握一下他的行踪 毕竟他之前也这么闹过 我怕影响您和公司的声誉 还要闹就让他闹 最后看看谁会后悔呗 喂 药友 喂 简大班长 什么情况啊 憋着要给同学们来个惊喜呗 什么 还给我装什么大忙人 说不来参加同学聚会 现在倒好 露馅儿了吧 不是 我真不去啊 行了 行了 你就别给我演了 陈欣儿都关我要地址了 说一会儿你们俩准时到 等你们两口子 好 这边 这边高光 这边衬衣服打一下 走 小时 你可能会不想打开 大方人 你不想打开 我还可以那一件事 我还不想打开 对